今天隨著封面再逐漸接近 在清晨的時候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移入了台灣 不過白天預估雨勢還不會太多 天氣會比較穩定 氣溫會比較偏高 要到了晚上隨著封面更為接近 到時候降雨機率才會比較明顯提升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的衛星雲圖 同雲圖可以看到其實在台灣上空 目前的雲量還不會太多 有一些雲系進入台灣帶來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白天因為台灣還是位於封面前的暖區 所以預估今天氣溫在白天是比較偏高的 而目前封面的位置大概就是從韓國的南方海面 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到中國華南一帶 在封面上空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對流發展 而金門跟馬祖由於它離封面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預估在白天開始 就會有一些間歇性的一個降雨發生 要等到晚上隨著封面再更為南下 再更靠近台灣的時候 到時候天氣會更為的不穩定 我們接著看一下在金門兩天的一個降雨的趨勢 在今天白天各地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不過比較偏向是午後的一個雷震雨 在各地的山區近山區的平地 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現象 不過白天大致上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要到了晚上隨著封面更為接近台灣 並且在入夜之後開始影響 那到時候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降雨機率會開始提高 那整體來說 最明顯的降雨時段會是落在明天白天的一個時段 各地都要留意會有一些局部短暗陣雨 甚至是雷雨發生 那在白天隨著封面 由北往南移動的過程之中 要留意可能在封面上 會有一些短延時的搶降雨發生 也會有一些局部的一個大雨發生的機率 提醒民眾如果明天出門的時候 要記得留意天氣上的變化 那到了明天晚上之後 隨著封面來到台灣的南側 而且封面的結構有在減弱的趨勢 所以從明天晚上到後天清晨這段時間 降雨預估是有一個比較緩和的一個現象 那至於在週六之後的一個天氣方面 其實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週六其實封面還在台灣附近 所以在白天的時候 預估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 有時候在中午過後 在熱力作用加乘之下 降雨還是會比較明顯一點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 目前預估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發生 而到了週日是由於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封面在中南部地區 會有局部短暫震雨的現象 而在午後北部跟東漫部一帶 也會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那到了下週一下週二呢 又會有下一波的一個封面 開始影響台灣 所以整體在西南部地區 雨量又會有一個增加的一個趨勢 所以總結來說呢 其實在今天晚上 直到下週二這段時間呢 會有兩波的一個封面影響 封面影響的時間 因為它都是一個移動性的 所以大致上影響台灣的時間 大概各一天的一個時間 封面影響的一個過程之中 可能會伴隨了短延時的強降雨 還是要請大家留意天氣最新的一個動態 那由於封面是屬於移動性的 所以預估可能在雨量累積上 是不至於到非常的多 所以對於水庫的幫助 應該還是比較有限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在溫度的部分 那溫度的部分呢 要留意的是在今天 位於封面前的暖區 所以其實各地白天的氣溫 還是比較偏高的 各地的高溫大致上 都有機會來到33度以上 那其中是在大台北地區 台灣地區 還有台南比較近山區的平地 花蓮縱谷 都有機會出現局部 36度以上的高溫 而在台東呢 你要留意會有焚風發生的機率 氣溫也是有機會來到36度以上的 所以大家外出的時候 要記得多補充水分 那未來一週的溫度部分呢 就是以今天氣溫會是一個最高的一天 到了明天呢 隨著封面開始影響有降雨 所以在各地的氣溫 白天都會是有比較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到了週六 週日週一呢 氣溫會有緩步回升的一個情況 那到了下週 而是另外一道封面透過之後 會帶來東北風 所以呢 在迎封面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氣溫會有再度下降的一個情形 那大致上這是一週溫度的部分 面積的封面